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你付端来说是属于接收的吧 啊 这第一个呢叫接收参数啊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参数 是这个付端返回给扣端的参数 你比如说这边的登录成功了 那么你给它返回一个登录成功 这个叫返回的参数 也就是说放在第二个 这个你必须按照它的规定 你写错位置就不行 然后这个第二个参数呢 还必须是一个指针类型啊 必须是指针类型 好 这是第三个要求 然后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付端定义的函数 必须有一个返回值 是 arrow 这个是必须的 你不写 你这个函数呢 它在RPC时肯定是失败的 好了 这下边的四个条件 我们都是必须遵循的 OK吧 嗯 所以说它这写这么一个程序呢 事儿还挺多 是吧 嗯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立题 然后立题呢 说用勾浪去实现一个RPC程序 那么干嘛呢 求这个举行的面积和周长 也就是说呢 你在服务端写两个函数吧 一个呢求这个面积 一个求周长 然后你启动服务端这个监听着 在扣端那边呢 再访问用RPC的方式去访问这个 这个周长和面积 你比如说传一个长和宽 那么服务端呢 它会返回一个求出的结果 理解吧 嗯 嗯 我们先呢 用这个立题 把这个RPC程序给它跑通了 这儿吧 我单件个包啊 因为这边呢 既需要扣端也需要浮端 我单件个包啊 嗯 嗯 嗯 先来个RPC浮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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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在这边写这个浮端 嗯 嗯 好 这个浮端具体怎么写呢 我们是这儿的 然后 写之前 嗯 我这儿呢 先定义一个空的结构体啊 呃 这个也是具体那个 写RPC程序的一个方式啊 后面呢 我们写RPC程序 嗯 你不管写什么 都得起码有一个 呃 空结构体 或者说有些字段结构体 因为这个用于绑定方法 它那个方法呢 是必须进行绑定 绑定到某一个这个结构体 才能去呃 传送呀 或者怎么样的 你单独写几个方法 它传不了 所以说呢 第一个我必须定一个结构体 这是用于绑定方法 那么比如说这呢 我想求是举行的周长和面积 呃 那我就定一个定一个 定一个比如说举行的一个对象 嗯 这个字段呢 你不用写就空的就可以啊 这是定义举行的 对象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写这个方法 呃 我们刚才说有一个什么 求举行的面积 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写个方式 那么呢 把这个方法绑定到上边 那个 绑定到上边 那个 绑定到 绑定到 绑定上 嗯 嗯 面积 叫一个 啊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现在呢 目前是符合刚才前两个要求的 就是说你在定义结构体时 手字母大写 方法 手字母也要大写 嗯 嗯 刚才说的第三个要求是什么呀 这个参数 接收参数 第一个是接收的参数吧 嗯 对吧 嗯 那么咱们这想了 你接收的话 这个球面积应该接个什么参数 嗯 应该是两个参数吧 嗯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写两个参数 比如说X和Y 那么他就认为那个Y是第二个参数的 就不符合那个规则规则了吧 嗯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不管说传几个参数 有可能你这个方法 客户端需要传十个参数也有可能 嗯 那么这种东西呢 你就给它封装成一个结构体 这样的话是不是传一个结构体 它就当成一个参数啊 嗯 嗯 对 这个同样的啊 你这个客户端传来这第一个参数 你可以封成结构体 那个 你给客户端返回的那个 那个数据也是 是不是可以结构体啊 嗯 对 好 那这儿我们需要一个结构体 首先呢 这第二点是声明一个参数的结构体 嗯 注意这个还是手字母要大写 我们叫个参数 嗯 OK 然后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是两个参数 然后它这个算面积 我这来个wins 来个hat 嗯 这两个呢 它应该是int 好 有这样一个结构体 那么在写下边这个方法时 你第一个参数 就直接用那个结构体 Paramse 哎 这就可以了 它作为一个第一个参数 呃 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这边给扣端那个返回的结果 你返回结果呢 同样可以在这儿定一个什么type result 然后你把那result作为一个结构体 不是不是 作为一个返回值 对 这也可以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矩形呢 它呈出来的一个面积 肯定是一个数字是吧 嗯 所以说你可以给封章成一个结构体 也可以给它直接这样传 也可以 因为我的结果就是一个数字嘛 对吧 你如果是多个结果的话 那你就必须给我这个封章一个结构体 好 这是嗯 第三个规则 然后第四个规则呢 就是说 你写这个服务端的方法 必须有一个返回值时arrow 对 所以说在这儿再加一个arrow 好 啊 目前呢 把它要求的一些都搞定 搞定之后 搁里边算一下啊 这个面积 面积是 是谁成谁啊 就是它传进来那个参数 的 传建参数的这个乘以 参数的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作为结果吧 啊 啊 那也就是 给这个 这个ret 符上值 这就可以了 呃 那么这个arrow呢 如果说你这儿有问题 你给它返回一个什么异常 啊 我们这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返回一个空的就行了 啊 这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 要求面积 然后第二个再求一下周长 你就再写一个方法 求那个周长 function 还是一样的给它绑上 啊 周长周长怎么写啊 周长是吧 啊 周长 哦 对对对 大写 你看这稍微一忽略就忘了是吧 嗯 周长 好 这里边的参数还是你客户端传来那个param参数 嗯 还有我返回的结果 嗯 还有我返回的结果 对 然后最终有一个arrow ok 那么在里边的话 周长 周长是ret等于 呃 他加他乘以2是吧 对 p点 这个 加上p点 这个 好 嗯 再返回一个arrow 嗯 嗯 好了 这个就是说我们把它两个需要的方法给实现了 那么实验好之后呢 你复端这边是不是需要开启监听呀 嗯 嗯 你需要开监听 这个跟我们在写那个什么写rtp 道理是一样的 你复端你想启动肯定得监听上 那么在may里边呢我们就需要监听 但是这个监听的话 呃 我们这有一些步骤啊 首先呢 这个第一步 怎么又从1开始 1就1吧 这个may里边的第一步 我们 因为这写的是rpc程序 所以说第一个有一个叫 注册服务 然后这个注册服务的话 也就是说将上面你写的那些服务给我注册一下 呃 这个怎么注册呢 是rpc点 哎 还有一个register 你看这个包别捣错了 还是这个net包 netrpc这个包 呃 包里边呢 它写的传什么都行 呃 这是注册 那么具体咱们传啥呢 其实传的是那个 你绑定方法的这个对象 呃 大家看这个其实都是绑定啊 你在这传参数 他必须传一个 那么我们的方式呢 就是把所有参数都绑到一个结构体里边给传 然后那么在这呢 你注册服务 呃 你现在想注册的是服务端的所有服务 那么你服务端所有的这个服务 都是绑到了这么一个结构体上 所以说你在这呢 注册就注册的是这个结构体就可以 啊 那在这你给我创建一下 创建一个那个 那个 new 这个结构体 啊 然后注册时呢 就注册的是rect 啊 把它这么rpc掉一下 这个就等于是 呃 注册了一个rect的服务 这是第一步 呃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呢 是把那个 这个 服务 绑定到 htp 协议上 呃 也就是说rpc 他还需要一个 handle htp 来给它绑过去 呃 这个他才能去访问 呃 然后第三步呢 进行一个服务端的监听 监听 这个监听呢 跟我们写htp的程序是一样的 还是htp. listen 啊 就是第一个吧 第一个 这是那个监听 然后监听呢 我们写那个监听本地的8080端口就行 嗯 哦 这还有个参数 这第二个参数呢 说是回调函数 咱们这儿呢也没有什么回调啊 直接传个空就行 嗯 嗯 嗯 这里边最终返回一个 arrow 处理一下 嗯 给打印了 好 这这边的话 服务端你看 基本就是几步 然后给它注册上 然后给它绑定上 然后给它绑定上 然后就坚听了 这就可以了 那么扣端那边呢 你连上服务端 然后呢 访问服务端这边 先注册好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啊 那么现在来写一下这个扣端 扣端这边 扣端是这儿呢 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 这种程序写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我们在 我们在这边 你看你传参数 这个是扣端传的是不是 Param 那么扣端那边 你想了 它如果想传这儿一个参数 是不是得有这么一个对象啊 嗯嗯嗯啊 也就是说这个Param呢 你服务端要需要识别 你扣端仍然也需要有 理解吗 嗯 所以说你扣端 同样也需要这么一个结构体 直接粘过来 这这两边呢 必须是一样的啊 你注意 这个RPC程序呢 写 它这个要求比较强硬性 你哪块出一点错呢 它就防不了 好 这是第一个 你这个结构体这边要有 然后写这个主方法 啊 这个主方法怎么写呢 首先第一个 嗯 你这个扣端需要连接一下 远程那个 RPC服务 也就是那个服务端 连接RPC远程服务 呃 这个呢 其实类似于我们之前那个 HTP HTP写的程序呢 嗯 你最开始写一个服务端 它给我监定上 你扣端需要去连那个服务 然后进行通信 呃 这边的话 服务端是RPC的 RPC它监定上之后 你扣端呢 同样是需要连接 RPC那个远程 也就是直接用RPC 这API是不一样的 RPC它有一个 DEL 嗯 就是第一个 DEL HTP 这个它去连远程的RPC 那个服务 呃 两参数啊 两参数 第一个是TCP 呃 为啥传一个TCP呢 因为RPC的程序呢 它是基于TCP去做的 所以说还是 本质上还是TCP的方式 第一个参数传TCP 第二个传的是那个地址 8080 那边服务端开的就是8080 这边传的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DEL HTP呢 它返回了两参数 一个是异常 一个是 呃 就是 这叫什么呀 客户端对象 是吧 嗯 客户端对象 或者说叫客户端连接 都行 得到一个连接 一个 arrow 把这个异常处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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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那种 咋进 这是第一步 我们先给它连上远程那个服务 然后第二步 第二步你连上之后 是不是该该调那个你想调的方法了呀 对第二步我们需要调用这个远程 呃 这个具体怎么调呢 是这儿呢 就是说用你那个连接 你上班不是已经得到连接connection了吗 对 你这个连接它有一个方法 你看它这连接呢 一共就三个方法 那么我们用的肯定是这个call 对这是访问 那么你看访问这个 这个函数 它的参数需要传啥 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叫service method 也就是服务端那个方法是吧 也就是说你具体想调查 那么第二个 他说第二个字 肯定是你想传的参数 对 然后第三个replay什么意思 对replay是返回是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接收到的到底是个啥 也就是这么几个东西吧 嗯 这边要写一下 第一个参数 服务端 你想调什么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应该这样传啊 我服务端这边 嗯 是这个结构体绑的方法 所以说呢 你在写的时候 他第一个参数 走出来应该是他点 你想调的那个方法 比如说你现在先调一个这个 这第一个求举行面积吧 就是replay 那么就是他点replay 这个作为他的第一个参数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是那个你想访问这个方法 他的这个请求参数 嗯 但是这个参数呢 你需要给他封章到params里面 你不能直接传 因为他只能是作为一个一个参数 所以说在这儿 你不能单独传 应该是用params 把你想传的参数封章一下 啊 也就是传传一个长一个传一个什么呀 啊 一个宽一个高是吧 宽一个高 宽20 高50 第三个参数呢 是你返回的一个结果 呃 他这结果呢 应该这样想啊 那返回的是一个int 我这儿先定义一个结果 定义一个结果 给他一个int值 然后呢 这个相当于一个覆盖的操作 给他传地址 也就是说 你丢用复端这个array方法 并且带一个参数 经过复端的计算 他返回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过来之后 将你result 给给给覆盖一下 哎 那个就是复端他计算的结果 呃 那么你这边计算好之后 你给他打印一下就行了 嗯 这儿 这儿还有个 嗯 重复了是吧 嗯 嗯 嗯 这样行吧 嗯 然后我给他打印一下 这个我们第一个求的是面积 那这个面积 就是Result OK 这是掉那个第一个方法 然后再掉下那个第二个方法 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3 没了 这是周长 周长 是吧 行 这个是依次定了浮端的两个方法 然后我们给运行看一下 还是先运行这个浮端 浮端先给它起起起来 这边没什么打印 只是给监定起来 嗯 先关了 好 这个这个是我们用勾量本身去实现了一个RBC程序啊 然后呢 咱们现在这个刚才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RBC程序 大家这个有什么疑问吗 啊 这块都听懂了吧 听懂了是吧 其实你看这个程序它没有什么逻辑上难度 只是说我带大家看一下 你写RBC程序大概需要遵循很多的规则是吧 你把这些规则都给遵守到了 这个这个代码呢肯定就OK的 好了 一个浮端一个扣端 我现在把代码给大家粘一下 拨的 扣的 好 这边是扣端 好 刚刚呢 带着大家写完这一个扣端一个扣端 呃 现在呢 大家呃 这有一个练习啊 呃 就是说模仿前面我写的这个方式 大家可以实现一个什么呢 自己写一个RBC程序 这个程序呢 有一些要求 就是说服务端这边需要接受两个参数 呃 那么大家照应该可以想到 你是不是得给它封装成一个结构体啊 啊 那么它干嘛呢 可以做成法运算 也可以做商合余数的一个运算 呃 扣端进行传参和访问 得到下面结果 也就是说你扣端那边应该传一个9和2 然后服务端的方法呢 算出一个18 然后扣端再传一个9和2 然后服务端是 念这第二个是返回一个商一个余数 这个相当于什么 返回两个结果吧 啊 那是不是这个也需要我给你封装一下啊 对 然后这个大家先写一下 然后一会儿大家写完这个呢 呃 咱们再说如何把这个程序 用那个接散RPC改造一下 也就是说支持这个RPC的跨语言的调用 这个相当于大家服务端去 大家模仿着我刚才那个把下班练习写一下啊 我看今天上午讲这个大家比较困呀 是不是 我看明显比每天这个打哈欠的频率也高一些啊 年底太忙了呀 嗯 所以说这个得让你们动动脑子做一下 因为我看刚才最多的时候同时三个打哈欠 来 这个群里边文档给大家了 大家模仿上面这个写一下 我们下期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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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